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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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这个五点倡议 为什么可以称之为是一个游戏规则的改变者呢 因为在这个倡议之前王毅讲了两段话 他提了三个概念 第一个叫文明高地 中东是人类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文明高地 然后变成安全挖地 近代史以后长期动荡 然后这个从文明高地到安全挖地 其实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全球扩张进程中 建立殖民体系把整个中东纳入为一个殖民体系中 一个被殖民的对象 然后使得中东从高地凹陷成为一个挖地 然后中方提出的理念叫做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 而中东由乱象制的根本出路叫做摆脱大国地缘争夺 以独立自主精神探索具有中东特色的发展道路 在于排除外部施压干扰 以包容和解方式构建兼顾各方合理关切的安全框架 这段话说的其实是非常重的 中东是中东人的中东指出了一个问题 中东地区之所以会纷乱 原因就在于中东地区中东人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稳定的中东 在进入殖民时代被成为被殖民对象之后 由英国为了有效地实现对阿拉伯地区的管控 实现对人口数量众多的中东阿拉伯世界的有效的殖民 英国拿出了标准的方法分而置之 重新引入了犹太人问题 制造了巴勒斯坦问题 通过族群之间的撕裂 人群的冲突和动荡 鼓励教派之间的分化和矛盾 把原有的矛盾进行进一步的激化 从而确保什么当地数量众多的本地人处于冲突和分乱的状态 而英国这个外来的殖民者中间可以从中余力 第一 第二 二战结束以后 随着英国在中东地区殖民体系的瓦解 新介入的两个国家 美国 苏联在冷战格局下 把中东当成了一个争夺的对象 一个争夺的猎物 口头上讲的是主义 心里想的是生意 让整个中东地区原先由英国控制 现在就是我要取代英国来进行控制 这个我里面指的是美国 指的是苏联 所以中东仍然没有办法掌握自己的命运 而只能成为大国地缘争夺的对象和目标 中东地区分乱不已 就是域外国家 美国跟苏联 以一己之私 在中间搞三搞四 去挑拨各种矛盾 去放大各种矛盾 去以维护秩序的名誉 去破坏当地稳定秩序的行程 导致这个地方搞的乱七八糟 而对于今天的世界而言 王英外长说 叫做中东不稳天下难安 今天我们身处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当中 你在那老是有一个地方有摩擦有冲突有纷扰 而且还是域外国家在当地制造的问题 你以为当地人都是傻子吗 他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吗 你有可能独善其身吗 都不行 所以呢 王外长提出了这样一个概念 叫做国际社会叫做既不能越祖带袍 把中东了抛到一边 我代替你去做事 也不能无动于衷修守旁观 应该在充分尊重中东国家意愿的基础上 为中东贡献维稳促和的正能量 要做贡献 而且这种贡献是什么贡献 是一种非常独特的贡献 从某种俗话上来说叫什么 不利己 毫不利己专门令人是一种基于利他主义的贡献 我就纯粹为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来 不谋求本地获得自己独特的影响力 谋求一己之私 这话全世界就中国有一家 这家有资格说 其他的尤其是美国没有资格说这话 那么当下王毅指出 中东地区疫情在蔓延 动荡持续难止热点曲折发展 所以中方要提出实现中东地区稳定的五点倡议 这个五点倡议 开头朴实 后面暗藏玄机 第一点讲相互尊重 在相互尊重里面 中方明确提出了要尊重什么 中东特色中东模式中东道路 不要把这个制度 发展模式强加于中东 要尊重中东的传统 改变传统思维叫什么呢 不是从一味的从地缘竞争角度看中东 把中东国家视作为伙伴 什么伙伴 合作的伙伴 发展的伙伴 和平的伙伴 对等 对等 尊重 基于主权平等的国际法基本原则 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给予中东尊重 支持中东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 支持以地区国家和人民为主 本地区国家的人民 以本地区国家和人民为主 推进叙利亚 也门 利比亚等热点问题的政治解决 要促进文明对话交流 实现中东各民族和平共处 我相信犹太民族一定是被包括在里面的 而中国发挥什么 愿意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二个坚持 第二个倡议 第二点 坚持公平正义 公平正义的核心 中方明确单刀直入 叫做解决好巴勒斯坦问题 落实好两国方案 在这一点上 中方给出了一二三四 差不多三条到四条具体的方案 我们支持国际社会 朝着这一目标积极斡旋 支持在条件成熟时 召开权威性国际会议 不是一般的国际会议 是权威性的 而且是条件成熟 双方都有诚意的情况下 第二条 相当具体 今年五月份 中国要在安理会担任轮值主席 要推动安理会 全面审议巴勒斯坦问题 对两国方案再确认 两国方案再确认 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 正式认可的成员国 要落实这个方案 第三点 中方将继续邀请 继续邀请的意思是已经邀请过了 巴以和平人士来华开展对话 也欢迎巴以双方谈判代表 一个叫和平人士 侧重于民间 谈判代表官方身份 在华举行直接谈判 这句话 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 中方愿意以负责任第三方身份 直接介入巴勒斯坦问题 我要开始斡旋了 我斡旋的设定是什么 我是诚实的中间人 我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 我就希望你们坐下来 能够进行对等的对话 这种对话和谈判的目的 是在中东地区实现公平跟正义 这是美国所不具有的软实力和声望 为什么 美国一这么干 肯定就是要谋求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利益 肯定就是有犹太人院外游说集团的力量 而中国在这方面坦坦荡荡 第三实现核不扩散 核不扩散 双方应该根据伊朗核问题发展演变至今的是非曲直 有一个历史发展演变过程 围绕到客观的是非曲直上 以实际行动相向而行 讨论制定美伊恢复旅行伊核全面协议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伊核路线是什么 是一个基础 为什么这个协议执行不下去 美方面 美国方面 单方面 毁约退群 以一种不负责任的单边主义的态度去搞这个事情搞出来的 所以呢 他要求美方应采取实质举措 缓解对伊单边制裁 以及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 比如说孟晚舟案 就是对第三方的长臂管辖 对伊朗实施的单边制裁 这种单边制裁 我们在跟伊朗会面说讲的更加清楚 那玩意叫非法的 联合国没有授权你美国这样去搞 在多边主义框架下 你就是非法的 美国人说我行 你要去搞 你认为你是合法 那你就是走单边主义路径 你不要扯多边主义这个茬 一方则应对等恢复旅行合理与承诺 实现早期收获 中方给出了非常务实的解决方案 不要求你一步到位 大家信任不足怎么办 话语对话语 行动对行动 给出具体的行动建议 希望实现早期收获 同时 国际社会应支持地区国家有关建立中东 无核及其他大规模杀上行武器区的努力 中东无核区 无化学武器区 无生物武器区 无大规模杀上行武器区 当然这里面 如果我们提中东无核区的这个概念的话 会涉及到更加敏感的以色列问题 以色列是公开的核门坎国家 不它就是事实上的核武器国家 它拥有核武器 它甚至承认自己拥有核武器 而以色列拥有核武器是非法的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体系 合法拥有核武器的只有那无常 这个问题是要解决的 不然阿拉伯国家不能有核武器 那中东地区 以色列是不是中东地区国家 是中东地区国家 以色列为什么可以有核武器 以色列如果有安全保障 担心的话怎么办 以客观的负责任的国际集体安全机制 就是给以色列以安全保障 所以第四点 叫做共建集体安全 促进中东安全稳定 需要兼顾各方合理关切 各方 各方 点到为止 什么叫各方 大家都有 不是一方 不是一派 不是一国 大家 因推动海湾地区国家平等对话协商 相互理解照顾 改善彼此关系 然后呢 要坚决打击恐怖主义 推进去极端化进程 恐怖主义指的是恐怖主义的活动组织个体 去极端化指的是相关的宗教 相关的思潮 相关的派别 它的极端化主张 中国倡议什么 在华举办海外 在华举办海湾地区安全多边对话会议 在中国举办 在华举办 中国第一次亮明自己的态度 谈什么 告诉你 谈一个 谈的内容 以及谈的路径 我都给你设计好 先谈什么 保障石油设施和航道安全 石油设施 中东是世界主要的柴油区 航道 霍尔木兹海峡 波斯湾 全球最繁忙的石油海上生命线 这个海上石油生命线和石油设施 是中东地区各国家 又是波斯湾沿岸地区那些国家的生命线 各自利益所在 真的打成一锅粥了 倒到两一战争时期 用导弹器打游轮开始吸 游轮站的时候 有谁能得到好处吗 没有 对整个地区没有好处 所以要说什么 探讨通过这个东西入手 探讨各自拥有共同力的东西入手 探讨构建中东信任机制 有了信任之后 逐步打造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中东安全架构 用国家之间的信任 用制度 而不是用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用军备竞赛去保障各自的安全 当然在此过程中要调整 要有妥协 每一方都不能完全顺着自己的意思来 否则中东地区永无宁日 第五 加快发展合作 加快发展合作 什么东西是和平最有效的保障发展 尤其是经济上的繁荣跟发展 有了经济上的繁荣跟发展 有了物资的丰富 再加上开放的胸怀和正确的视野 和平就是可以持续和稳定的 所以中方提出 中东长治九安需要发展 合作与融通 要团结战胜疫情 尽快实现经济社会复苏 要结合中东国家不同的资源禀赋 帮助冲突后国家开展重建 支持产油国经济 叫做多元增长 助力其他中东国家发展振兴 中国愿意举办中阿改革发展论坛 中东安全论坛 与中东国家加强 加强叫做治国理政经验交流 论发展谈合作 全世界最在行的就是中国 激进狂魔这个绘号 撇开那些比较细谑的成分 反映的一个焦点是什么 作为一个国家 中国把自己的主要的点数 发展的经历 比较的优势落实在发展上 为本国的发展 为世界人民的发展 中国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讲发展想一起赚小钱钱 找中国就对了 而你整天想喊打喊杀 搞阴谋轨迹的这种事情 走肌肉路线的你去找美国 走阴谋路线的你去找英国 但那东西不学好 没有什么意义 对吧 所以这份五点安全倡议 实现中东安全稳定的五点倡议 是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 但我们这边呢 本着这个兔子家一贯 走务实低调路线的这种风格 姿态放得很低 措施非常的实 在每个地方 都拿出了具有特色的方案 我这边举两个点 一个伊朗 一个沙特 隔着波斯湾 一边一个 一个什叶派 一个逊尼派 伊斯兰的两个主要派点 然后一个跟美国不对付的 一个曾经是 到目前为止 仍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 最主要的战略盟友 是美国武器最主要的买家 同时跟美国关系 也是最微妙的国家之一 好你看中国和伊朗 在那边谈什么 中国和伊朗在那边 谈中东地区的稳定 谈如何推动伊核协议的落实 双方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一致 就是共同反对美国非法的单边制裁 美国的这种无理的制裁 这种无理的制裁是没有任何国际法依据 也是违反伊朗核协议的 中国提出的态度非常清楚 美国单方面退群毁约造成了伊朗核问题当前的局面 所以美方要采取主动 先采取取消对伊非法制裁 取消对第三方长臂管辖 全面无条件恢复旅行全面协议 然后各方可遵照同步对等思路 形成叫做恢复旅约的路线图 然后同时致力于早期收获 而中方愿意在中间扮演一个 建设性的中间人的角色 推动各方朝着一个目标 采取建设性的努力 思路非常清楚 然后在沙特那边谈什么 沙特那边除了讲对于沙特的支持 乐见于沙特作为地区大国 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重要作用 支持沙特提出的关于解决野门五点 野门问题的倡议之外 中方反复多次强了一个概念 就是中国同海河会海湾地区合作委员会谈什么 自贸区 我们建中海自贸区啊 或者叫海中自贸区啊 做生意啊 公平 对的 以大家都感到舒服的方式去做生意 通过做生意是什么 实现双银性的发展 我们叫双银性的发展 这个是中国独特的比较优势 我们没有兴趣去打造一个新的殖民帝国 我们没有兴趣去搞类似于像英国那样的殖民 我们没有兴趣跟美国去竞争 所谓对于中东地区的管理和控制 或者是主宰和主导 我们没有兴趣变成一个新的美国 我们有兴趣的是什么 在全球范围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各个地区结合区域性的特色 把我们的一带一路延伸过去 当地缺基础设施建设 我帮你把基础设施建好 然后大家一起做生意赚小钱钱 这不好吗 赚了钱以后干嘛 干点什么不好 各自改善各自民众的生活 用你自己认可的方式 我也不愿意管你家的事 你也不要管我家的事 以一种对等合作 相互尊重的形式 推动各自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应该说 这一轮王毅外长 在整个中东地区的六国的访问 展现了中国的雄心 我们不仅对地区安全问题 提出了一个整体性的架构 而且有意通过在中国举行 海湾地区多边安全对话的 这样一种形式 去提升中国作为负责任第三方 对中东地区局势进行积极 斡旋的能力 同时在经济合作方面 我们非常明确的 界定了中国和中东地区 各主要国家进行合作 是所具有的特点 特点是什么 从传统的能源和基础设施合作 这个是传统合作 中东地区有能源优势 中国有基础设施建设优势 双方各自各取所需 同时拓展和延伸 向什么地方去走 可再生能源 5G 人工智能 大数据 航天等高新技术合作 这种合作的意义何在 帮助中东国家摆脱自己的命运 摆脱资源的诅咒 单一资源过于丰富 这种资源从天赐的一种财富 变成了某种诅咒 你的路径依赖过深 你的产业发展过于单一 在全球化的体系中 变成了一种结构性的弱点 而你要跳出这种结构性弱点的余数 在一定程度上 你需要一个可以信任的合作伙伴 在关键时刻帮你一把 目前看起来全世界最合适的就是中国 中国没有兴趣让你永远当殖民地 中国有兴趣的是 大家可以稳健互利共赢的去做生意 而中方又有比较优势 这些可再生能源 5G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以及航天 非常充分的体现了中方给出的诚意 以及中方所具有的优势 如果能够形成中国跟海河会的自贸区框架 可以意味着这是一种积极的拓展 最后需要说明的一点是 很多人在分析这个东西的时候呢 经常容易把它带入到中美战略博弈的框架下 用一种类似于像三国演义的这种对抗性的思路 去认识和理解中国的这种操作 你说中方有没有这方面的考虑 完全没有我说肯定不现实 但是从我们的玩法上来看 我们在中东地区的这种拓展 很明显是在现有国际秩序上去做增量改进 我们不是摧毁中东地区原有的国际秩序 我们甚至不触及 我们做什么 就像中国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开发银行 这个银行不是把世界银行扔到一边 而是把世界银行没有照顾到 应该覆盖 没有照顾到 心有余儿力不足 因为各种各样多元化的想法 没有落到实处的那些主意 那些主张 我们一点一点扎扎实实的落实 推动当地民众能够从这种合作中获得收益 能够让中国的一带一路得到拓展 能够让中国的利益和地区的利益乃至于世界的利益 以三赢不是双赢的方式得到共同有效的发展 你说对美国的霸权有没有压力 当然有压力 但这种压力在我看来是大国竞争的一种良心压力 我给出了一条路线 我们做建设性的竞争 看谁能够为世界能够为地区提供更具有建设性的公共物品 这种竞争的结果 就像良性市场竞争的结果一样 带来整体福利的提升 有这样的竞争不好吗 当然是件好事 当然这对我们自己的要求 在思想观念战略上 也要超越传统地缘政治 美苏争霸给我们带来那种负面的影响 和那种类似于像思想纲硬一样的框架 跳出这种传统框架 真正正正认识到今天世界的需求 中国的战略机遇 以及可以采取的作为 我想从这个意义上 王一外长对中东六国的这次访问 值得各方高度关注 深入的观察以及细细的品位 并且我相信在未来 我们的外交团团 将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今天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